这样最后一次审查 总审查之后 就是我在家 突然我接到一个信息 是他给我发的 说老爹 真的挺抱歉 我想好了 我准备退出这个作品 我觉得太累了 太吓人了 我真的受不了这种惊吓 我不想干了 我不干了 我准备跟导演组说 完了我给他回了四个字 你有病吧 你当时就给他回了四个字 对啊 之后我就开始用微信 我把他一顿臭骂 我说你知道 中国有千万个演员 想登这个舞台 都没有机会 而且别说你在台上 待了四分多钟 你就待了三十秒 那也是郭敬杰 你登上了 如期登上了春节晚会的舞台 那我觉得是不得了的 人家给你这么个机会 你就因为一点挫折 别人说你了 或把你节眸忙 拿一点时间 拿一点时间 你就这样 我觉得你不管怎么样 我说你给我绷着 你把你的臭皮给我收上 让我已经冲发之后 完了过一会儿 给我稳他一会儿 说老爹啊 你把我妈清醒了 说行我知道我坚持 你有没有在这过程中 跟你 你妈他们说说 显得一下 不敢说 跟我妈他们一说 全村人就都知道了 我能跟他们说 哪天知道的呀他们 春节头三四天 就是快到最后一次 彩排的时候 录播的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 跟他说的 但是当时我妈已经知道了 当时咱彩排的时候啊 有一个上道具的 是我们老家 河北苍州的 他一说是老乡 特别那个说 因为当时能见个老乡 一说哎呀 他也安慰我 说你这要是上去了 咱们苍州 你是第一个上春晚的 就特别高兴 从那就落完 后来也没几次交流 但是每次到现场 我都能看着他打个招呼 谁知道我这边过一次审查 他往老家打一次电话 后一次审查 他往老家给他亲戚打电话 你们村就出名人了 一个人又上春晚了 别躲 你妈知道了 别躲 他打一次电话 人家那个人就跑过去 就是他那个外甥女 然后就在我们村 那个跑到我们家去 哎呀 那个啥呀 嫂子 嫂子 你们家那个儿子 要上春晚了 然后当时我妈 你可得了吧 人家拿儿子要上春晚 人家不得想给你拿 打电话 你不可能 到第二次又去找 我妈这心里就有点扑腾 到又找了两回 估计一看 我老不给家里打电话 那时候 因为压力太大 真是想不起来 我觉得他这个做法非常对 真的一个演员 如果上这样 比较重要的晚会的时候 千万刚开始 别跟家人 你有的经验是吗 我的经验 我好几次 97年 过河第二年 因为过河一炮打响之后 完了97年 导演组还要一个 跟过河一样的作品 续集 这样我就把黄伟娟 余秋平 还有那个银河少儿艺术团的一些孩子们 都弄来了 弄在一起 我们拍了一个叫开学的一个作品 我想第一个作品过河火了之后 我觉得有一个再有个开学院 那多牛啊 所以说我的亲朋好友 乱七八糟全都知道了 全都知道 早就告诉他们了 你告诉他 我告诉他 你说你这 完结果到夜里二十九十八 这节目被毙掉了 我真的没有脸回家 见到朋友 见到同学 见到家人 我怎么说 我努力了三个半月 完最后在夜里二十八 我被枪毙掉了 对 没法解释 刚才你说的那个 我就在中央电视台 后边那条河在那转悠 冬天嘛 踩着冰 我就看哪种冰雹 我就剁了两下 就吊进去得了 完了 你看冰特别厚 可能我也提清 没没没 没多开 后来找一个 外博叔叔在那看呢 看在这能不能 就完了 就是说完了 就没有脸回家 真真那么想 真那么想 完了突然 早上起来 我记得特清楚 我是四点钟出门的 外边下着大雪 我在那足足走了 两个多小时 我等我看那书的时候 突然碰见一个老头 一个老太太 北京的北京口 孩子 干嘛呢 完了 我一抬头 他一看 哎呦 潘长江吧 哎呀 太喜欢你的作品了 他过歌唱得太好了 小平演得太精彩了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粉丝啊 我爸我妈都喜欢看你的节目 哎呦我说的当时我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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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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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这个吧 就心特别痛 知道吗 法拉斯学说 孩子 你那个一定好好的 我们多拍点这样优秀的作品 我们支持你 就这样 他一句话说得我 认了一言不放 老大爷和大娘走的时候 老两口 走之后完了 我还看他们背影 他们还回头在望着我 好像担心我 担心我可能他们走之后 还要出现什么事 所以如果想接这个天天卫视 你看谁来了一个节目 真的 如果那位大爷和大妈 如果你们还健在的话 那我代表我自己 我代表喜欢我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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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把郭婷姐和潘昌江 叫到一起 一定是一期励志的节目 对 真的是 因为她根本不了解 潘昌江比她受的煎熬 那不知道了多少倍 也许她根本就不知道 我今天就希望 她当着面讲给你听 对